疫情下不少酒店继续推出本地度假优惠套餐 有酒店说市场竞争激烈 推出更多的特别优惠吸引客人 林仙仪报答 外地疫情反复 一向喜欢周围去的香港人 旅游计划变得遥遥无期 放假要留在香港 仍然有不少活动可以选 本地度假就是其中之一 也都令到受疫情重创的酒店业 可以住处逢生 这间酒店在第三波疫情里面 房间入住率一度跌至只有一至两成 为了挽救生意 酒店一直推出不同种类的本地度假优惠逃产 生意明显得到改善 但酒店说市场竞争激烈 教育情初期需要花更多心思吸引客人 例如推出更多娱乐优惠套餐 包括泳池派对、烹饪体验 加上不同的餐饮优惠 以及针对不同类别的客人需要布置房间 并在房间中提供不同的食物 我认为这是一种大分别的 中间的住宅市场价格和 我们之前的经常的国际游客人 国际游客人来住在香港的住宅 他们想出外的房间 去逛逛逛逛街 当然,香港的住宅人 想着每一分钟在这里 这让我们认为我们认为 我们把房间的住宅 更有趣和享受的地方 酒店说受疫情影响 虽然订房数字未回复到之前的高水平 但已经由第三波疫情初期慢慢恢复过来 未来会推出更多优惠 吸引不同类型的客人 NOW TV记者林善仪报道